藝術家並不認為這是創新 這只是回歸本源 我們找到了造型語言的本質 肥翠是透射當代人心形的鏡子 這是值得我用一生去修煉的功夫 2007年祖父這個作品 任務真是生動 獲得了廣泛的贊助 但我自己並不滿意 左宮驚喜 寫詩準確 線條流長 喬色喬雕 這本質上是一種技能 卻也仍然是當代語雕界主流的創作追求 模仿自然 卻容易陷在微技法的觀念中 越走越窄 作有了想像力 前面的路是黑的 那是一塊頂不破的天花板 我們進入到一個五區 文學語言當作造型語言 不論東方或者西方 藝術家說要思考的 不僅僅是好看本身 要把自己作為自然的一部分 面對自然 生命 周圍的環境 藝術家說關切的更應該是大我 面對這些的態度 古人留存在歷史文物中的藝術精華 與西方美術裡面的通脹 我打開了一扇門 做簡法 去尋找魚自身的生命力 波蘭科西 他思考的是這種魚的漂浮 鳥的一飛沖天 他一直追求造型本質 不指向任何具體形象 卻又讓你感受到親切 這種親切 來自作品所體現的 大自然的生命力 大自然 瞬息完畢 充滿生命的靈氣 曾經滄海人南威水 出去無事案不適用它 打開當下這道門 材料是透射當代人心性的一面鏡子 揮揮自然 揮揮大火 讓材料自身的生命力 緩發出來 曾經是玉不濁不濁不成氣 現在是順勢而做 順心而為 少幾十多 帶著材料給我們的感受 進入光的深美 維度引起光影的變化 光影擁有刺激的節奏秩序 戰鬥穩 讓觀者忘記煩躁 厚重感 厚而不笨 薄而不清 空間大於行 行大於像 微動工之前 誰也無法準確預判 當不考慮像的時候 審美就自由了 安靜下來 去思考生命的縱深 不斷推進 但沒有了語氣的終點 一不留神就走過了 理解的多與少 很難把握吃杜 那個杜 就在這個混沌之中游走 特別美 這不是創新 這只是回歸本源 但這是藝術的本質 值得我用一生 來修煉的功夫